李碧華小姐 李碧華我跟她太熟了 她是相當文靜相當乖巧的一個女孩子 我不騙你啊 在後台啊 她是你不跟她講話她不跟你講話 她這樣 十八歲就這樣 沒事一個人就坐在鏡子面前化妝 就補妝啊 補妝蠻可愛的 畫眼睛 畫嘴唇最可愛 上唇 哪有這樣子啊 下唇更可怕 好乖巧好文靜啊 這是我對你的感覺啦 但是最重要的是觀眾朋友啊 對你的感覺又是怎麼樣 這是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也訪問了一些朋友啊 談談她對李碧華的感覺 來 我們來聽聽看 是觀眾朋友對李碧華的感覺 我們會用其他東西來形容李碧華的歌聲 很像蚊子在叫 小鳥像 紫色沙發 亂湯 好像吃蘋果一樣 李碧華的歌聲很可愛啊 好 蚊子在叫 怎麼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聲音比較尖細啊 比較小啦 不過一般呢 很喜歡在睡覺以前聽我的歌 為什麼 不曉得 不曉得 比較好是 主要不是這樣 聽她的歌是 睡覺時候放她的歌聲 蚊子不敢過來 因為蚊子刺探啊 這個聲音沒有李碧華的好聽 謝謝 不敢過來聽人 有沙蟲的效果 有沙蟲的效果 什麼時候會有新片的問題 因為我想這段時間籌備久一點 所以大概在九月份 等那麼久啊 對啊 做精緻一點嘛 我想把好歌呈現給大家 這是應該的 是你本身的責任 對 我們期待你新歌出版的那天 謝謝 謝謝李碧華 謝謝